朋友们早,我们继续实习神明手册,开发你的ESP力量。 昨天我们开始了转世家庭关系与人格一节,接下来我们继续,梦象征如何运作。 这里有个例子,讲的是这类梦象征如何运作才会让人在有需要时能想起有关前生的资讯,而且在梦架构里与当下关心的事结合在一起。 有天晚上,我做了两个短梦,首先我自己是个很老的妇人,在这个梦里我知道我有癌症,但我一直工作到我死的那天,好像一点都不在乎。 第二个梦相当简单,我看见一艘有点漏水的老船。 按照赛斯的诠释,统合这两个梦的主要或关键象征是浴缸,表面上这象征表达的是,我担忧自己变老,变成一个老浴缸。 在这个层面,第二个梦表达同样的恐惧,我在潜意识里将生命比为一个老浴缸或漏水的船,向生命在漏尸。 此处,这个象征也让我想起一位老友,他的姓其实就是TUPS。 这是关键象征最简单的用法,按照赛斯所说,在更深的层面上,象征符号的含义远不止于此。 老妇人其实是过去一次转世的,我自己,那次我死悦癌症。 这里浴缸又暗示一艘船,只不过这次讲的是移动,或在时间上返回一个前世。 这里他的作用是提醒我,虽然自然会担忧,但死亡只是另一个开始,如果我以前曾经活过,我又活过来了。 在第二个梦里,浴缸的象征在这个潜意识层面上,代表的是罗伯在一个前世曾经横渡大西洋的一艘真实的船,而这让我更加安心。 虽然船会漏水,冒险之旅还是成功了。 这个象征也提供我朋友MTUPS现在的资讯给我。 赛斯说,他卷入了牵涉水的一些麻烦。 赛斯提到,他可能怀孕,羊水破了,无论如何,多少牵涉到水似乎是肯定的。 经由信件,我们与MTUPS合对,他并没有怀孕,但在我做梦当时, 飓风克里欧直接通过他住的那个靠海的佛罗里达城镇,由于到处都是水,一家人都十分忧心。 在此,浴缸这一个象征,对潜意识各个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涉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相关资讯。 研究你自己的梦笔记,你就会发现梦里的关键象征。 在自我催眠中告诉自己,你将会想起这些象征的意义作为解谜之药。 当你在做你心理实践的实验时,你也可以要求你的潜意识给你特定梦象征的资讯。 也检查一下你的梦笔记,找找看你在梦中是不是一直对同样的人说话,你在正常生活中不认识的人。 如果我们以前活过,如果一部分的自己有前世记忆,就像它有儿时记忆一样,我们就很有可能梦到在其他经验中认识的人。 如此一来,就可能在我们的梦中找到转世过去的线索,可能帮助我们想起旧身份的线索。 只是你的潜意识给你这种梦经验的意义,再一次你可以用自我催眠、心理时间实验这样做,或只在晚间入睡前给自己暗示。 如果你曾经自动书写或自动说话成功,那就向你的消息来源询问、讯息。 塞斯资料声称,通过催眠、出神和解离状态有系统地研究人类人格,并坚决调查所有收到的资讯,就可取得转世的证据。 这包括根据公共记录和历史文献比对所有的资料。 只有经由自我探索才能取得上述资料。 我们不能期望证明转世可能或不可能,除非我们能从内在人格获得资讯。 而我们可以取得那个资讯。 问题是,就实际面而言,资料有没有效,还是只是潜意识编造的结果。 唯有检查明显的事实,我们才能找到答案。 整件事有相当实际的重要意义。 如果我们活过其他的生生世世, 那么我们可能拥有过去发展出来, 单为了种种理由没有用到的能力。 如果转世是个事实, 那么健康倾向也可能源自前世。 神经质在前世经验中也有其根据, 前世其他的个人关系可以用来解释现在的家庭关系。 每当有访客参加一节赛斯课的时候, 赛斯总会简短陈述一段转世存在的历史。 这通常包括过去的家庭关系, 而且在很多例子当中看到, 目前家庭的成员在前世彼此是认识的。 我们收到与自己家族有关的资讯, 在心理上都是可靠的, 而且就实际的角度来看, 也非常有帮助。 我们自己的经验导致我们认真思索转世的可能性。 没错,科学上来说, 我们的实验没有给我们决定性的证明, 但结果却发人申请到足以让我们继续进行调查。 我们也没有任何暗示转世不可能的有力证明。 反对这个概念的旧论点已经不适用, 过去几世纪以来, 很容易引述我们缺乏任何可能前世的 有意识记忆而质疑这理论。 现在,既然我们对人类人格了解更多, 这个论点就变得毫无意义。 因为现在显而易见的是, 很多儿时记忆储存在前意识里。 我们知道, 我们对过去事件有反应, 即使是我们在意识上想不起来的那些事件, 前世记忆没有理由不能以同样方式受到抑制。 新的科学发现暗示实相比我们以为的奇怪得多。 爱因斯坦本身对超感官知觉极有兴趣, 显然反物质的发现, 应该让我们对无形世界里可能有的其他发现有心理准备。 在一本专谈《隐秘现象之许多其他面向》的书里, 很难非常简短地解释转世可能是什么, 它如何运作, 及可以进行什么调查来测试它的有效性。 我们不能忽略可能性, 不能把我们的问题或调查局限在已知, 已被接受的努力范围内。 新知识往往来自后门。 以下是塞斯资料的几则简短摘录, 讨论与转世有关的实际问题, 你在阅读这一章是脑海里可能浮现的问题。 它们来自各个不同的塞斯课, 包含性与转世, 前世与家庭关系, 责任以及其他事的负债等等的讨论。 谈转世和性。 太多是身为男性会使一个人格有种女性式的乖利, 却没有通常与女性相连的内在理解和慈悲。 同样的, 一直是女性的人格会变得粗暴, 而没有通常与男性相连的内在力量。 基于这个缘故, 大多数存有都以男性和女性两种身份交错投生。 谈个人债务和转世。 现在与你有关的人, 在前世并不一定每一个也都和你有关。 在你形形色色的存在中, 你永远会遇见新的人和你认识的人。 事实上, 你有很多次在其他事帮助别的人格, 而解决了与某个人格的问题。 这些事有类似法则的东西在控管, 但记住我的话, 有债必还。 这些债其实是对特定人格的挑战。 债这个字隐含罪疚之意, 但这样的言外之意并非我的本意。 不过, 原罪的感觉无疑有一部分是对这类负债的内在承认, 但再一次并没有通常所谓罪咎的意思。 总是有得要解决的形形色色的个人问题, 但时间、地点与关系是有选择余地的。 转世是一个可能的理论或不可能的理论, 还是科学尚未证实的一个生命事实, 读者必须自行决定。 有兴趣的读者当然应该阅读市面上找得到的, 谈这个题目的好书。 你们当中那些对自我调查有兴趣的人, 至少已得到一些如何做这种实验的指点。 结束这一章之前, 我收录一则塞斯课的摘录, 其中讨论了与一个特定个人有关的转世。 这一则摘录是塞斯利用转世资料, 解释现实人格的倾向和健康问题的一个绝佳范例。 这一节课包含的洞见, 在心理学上是合理的, 涉及的人有严重的口吃, 塞斯讨论了这个问题。 读这则摘录时, 很容易看出任何疾病或残障, 如何起源于遥远的过去。 他折服在那里, 直到被此生一个事件激发出来。 这一节课提到那个男人, 也就是那个访客, 我们不太熟。 上这一节课那时候, 我们只见过他一次, 大约七年前。 这是第一次不在我们家举行的课, 除了亲近的朋友之外, 我们鲜少帮人举行塞斯课, 这是一个例外。 摘子第89节 这人在前世和你们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关系, 我也没在任何时代的英国见过他。 相反的是在16世纪的地中海一带, 他目前的语言障碍就是源自这个时期。 始于那一生, 1507年的这个障碍, 代表一个他应该开口的时刻, 因为有个人的生命危在旦夕, 可是他却没有开口, 他过去因为恐惧而没有开口, 现在当他最希望说话时, 却说不出话来。 这是可以补救的, 背负一辈子的罪恶感, 多少是可以理解的。 从1500年代开始, 就一直在心理上承受罪恶感, 的确是太过有良心了, 他早就弥补了原来的罪过, 况且在当时的情境下, 那样做是可以理解的。 有一支外国军队入侵, 在这个人的连队中, 有个人被认为不忠诚, 现在在这节课的这个人, 被认为是不忠诚的队员, 他否认了, 但当他们决定, 他明知无辜的另一个人是罪魁祸首时, 为了救他自己的命, 他让他们以为这个无辜的人有罪。 为此他一次又一次地补偿, 没人叫他补偿, 甚至在当时, 他就很有良心, 对自己的出卖行为感到苦恼, 胜过于大多数人。 在最近一次的前世中, 他透过一支无用的右手臂来折磨自己, 所以他就没办法再指认, 你明白吗? 这一次, 自我的缺陷比较轻, 只是个麻烦而已, 但这种麻烦变成了一种折磨。 课后, 我们被告知, 涉及者并不像大多数人那样惯用右手, 而是双手并用。 这是不必要的, 他已经用其他方式, 透过建设性行动, 做出了超额的补偿。 如果他认真看待这个资讯, 了解他已经为原来的出卖行为做过超额补偿, 那他的症状就会减轻, 中置, 消失。 而且他认识他曾经这样出卖的人, 在这一世, 他对那个人很好, 在这一世, 他为了他一度出卖的人放弃了很多东西。 液并没有说要以眼还眼, 在液当中也没有暗示任何惩罚。 在物质领域里, 液只是个人发展的结果, 代表的是渐去成熟的了物, 了物到我们在心灵上和物质上都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 当我们伤了人, 我们伤的不是别人, 而是自己, 我们不必永远带着这样的伤疤。 有一天, 甚至在潜意识上, 我们也必须忘怀我们冒犯过人。 这里涉及的人格能够非常顺畅地表达自己。 在十六世纪, 他能言善道, 正是因为这种无碍的口才, 如此令人信服, 如此甜言蜜语, 他的长官才会相信他对那个无辜者的指控。 所以他现在还怕用口才, 因为他一度约束不住自己的口才。 目前的人格想要表达自己的愿望, 受到潜意识的潜事记忆当中, 还怕不慎使用口才的后果妨碍, 造成现在这样的困境。 一度被现在的人格出卖的那个人, 现在是这个人的父亲。 潜意识上, 父亲明白, 不然的话, 他怎么会要求儿子做到没有一位父亲有权要求的事? 我并没有暗示父亲有意识地虚意苛刻或抱负, 现在的父亲爱现在的儿子, 父亲并不想伤害儿子, 而是想伤害他儿子曾经是的那个人。 所以当父亲报复他以前的出卖者时, 他伤害儿子却不知何故, 他无法了解自己对儿子的残酷, 或是他忍不住做出的行为。 爱父亲的儿子也不明白父亲小小的残酷, 和自己从中得到的满足感。 他良心上欢迎那些小小的残酷, 因为他们让他觉得自己在做补偿, 但为什么补偿呢? 为一个已经完全补偿的罪过, 父亲的每个小小的残忍行为更伤父亲, 因为他被自己对待儿子的方式弄迷糊了, 在意识上, 他的确对儿子很有父爱。 既有忍受这些残酷, 现在的人格得到两个结果, 一,他做了不需要的补偿, 但同时他也既有引起父亲数小时的懊悔而反击了。 对于源于前世的症状, 为了给现在的人格一个多少合理的解释, 人格往往在此生引发一个被人格的潜意识 指为戴罪羔羊的实际事件。 此处描写一个特殊情况, 那个事件本来微不足道, 只因为个人的内在压力而有了重要性。 塞斯声称, 那个人在意识上不会想起这个特定的事件, 但他的潜意识把它当作是口吃的带罪羔羊。 他这一世的口吃就始于这件事。 沟通是这个人格会极为成功的一个领域, 这个在口语沟通上受到固定限制的人格, 将在他的潜在沟通欲望能够找到宣泄出口的 一个或数个领域里得到满足。 建议电子领域, 这个人曾受过训练的一个领域。 这个人应该离开他父亲的家, 在他觉得自己一度出卖过的人面前, 他怎么能够表达自己呢? 现在他除了一般的孝道之外, 并不欠父亲什么。 表面上取悦父亲或试图从事他没兴趣的领域来讨父亲欢心, 他个人是不会因此有发展或成功的, 对父亲也不会有任何帮助。 只有儿子独立自主, 而且父亲知道他能够独立自主时, 确实存在于父子之间的爱, 才最能维持和滋长。 父亲为自己无意识地要求的牺牲感到遗憾, 儿子则为自己所做的牺牲感到遗憾。 鲁博不相信一位赞助客人应该用我这种方式行事, 但我并不是赞助的客人, 我觉得探究个人背景是一个相当痛苦的, 自己施加在自己身上的责任。 我认为自己颇为高贵, 而不易采取一个心灵偷窥者的姿态。 但是能够坦率探究自己内心的人太少了, 如果这份资料有任何作用的话, 它必须是知识取向的, 而且知识必须应用在人类身上。 好,今天我们就读到这儿。 这一章可以说对于转世和业力这方面 有兴趣和有问题的朋友非常地有帮助。 明天我们继续下一节 暗示人类人格死后犹存的事件。 好,明天见。